四位都是北漂的女生 都很漂亮 漂的好 第一位娜娜 娜娜來自高雄 對 我來自高雄 高雄 那娜娜是什麼星座的 我是天秤座 請問妳的三圍是 醬雄偉 掌聲鼓勵鼓勵 漂的好 會漂 遇到妳了 妳是做什麼的 我現在本身是業務 是軟體業的業務 軟體業務 在台北做軟體的業務 那當初怎麼會來台北啊 其實老實說 在高雄的時候 有談一場 轟轟烈烈的戀愛 但是 就是 後面就不愉快分手了 所以當時 非常不想再見到 那一位男友 變傷心地了 所以是被放殺的 是不是 或者人家可能批他 那因為那個 這要離開那個城市 一定要 因為到處留有那個 過去的回憶 對 你吃個面一次 一千斤 出警商 其實我看桌面 對 紅綠 等一下停下來 上次我現在停在這裡 對 真愛喔 就像鬼故事一樣 為什麼呢 聽的人多 但看的人少 唉呦 唉呦 哇塞 你現在已經搞哲學了 沒有沒有沒有 今天在電台聽到的 是 現在高雄很熱門 對 對 大家都要去高雄玩 哇高雄對啊 現在發達了一行 ATM什麼提款 最多是高雄 嗯 大花錢喔 早知道 早知道 開夜店 真的 現在開來得及 對 你看那個燈會現在也是滿滿的人 在那邊啊 不是 高雄自己也本身自己有 也有 也有 只是說我們的主燈會 是在屏東 喔 那請問一下 妳今天要介紹高雄什麼樣景點 讓我們皮胖一點 我要介紹我們非常有名的 柏爾藝術特區 柏爾很有名 這是喔 柏爾 對 這是柏爾特區 這位阿神是 你可以猜猜看它是什麼 它是 開啟柏柏 它其實代表的是 新建那個柏爾藝術特區辛苦的工人 喔 漂亮 所以他們是默默無聞 所以可以仔細看 它整個就是它是自行車區 然後它有非常多這樣子的人偶 那這些人偶呢 其實都沒有臉 因為代表說 他們默默無聞 非常的辛苦 無名英雄 對 那樣子 那請問這一根 生鏽這一根是什麼 那個 我不知道 那一根 很舒服 而且我跟你講 高雄就是天氣好 高雄就是路大 對 像有一個問過我說 台北的路為什麼都這麼小 我說因為台北的規劃 很清朝在規劃 日據時代 都是馬在走 但是高雄就是後來有沒有 比較現代都市的時候 現代規劃的方式 下一張 唉唷 好帥喔 高鐵 那是自強號 台鐵 台鐵喔 這台鐵喔 對 就是啊 台鐵的車頭現在是這樣 是啊 那是自強號 自強號是這樣 對 那跟高鐵好像 很像 對 真的很像 而且他畫這是 3D的 對 厲害 這個壁畫 好厲害喔 這個也是柏二 對 沒錯 他是柏二 其實在柏二藝術特區呢 他裡面有非常多的倉庫 那在倉庫的牆上呢 都會畫是 像是這種很漂亮的藝術 這樣子 這個3D畫得好 我這個角度看 完全立體 對啊 而且這是手扶梯對不對 這沒錯 手扶梯 你會抬 有人會直接撞進去 我看出來了 這是老式的柴野火 火車頭嘛 唉唷 好棒喔 對不對 許探柱 你答錯一題嗎 不是 區間車 因為我小時候 那個淡水線有 對 淡水火車的 我以前天天跟他在一起 我感情很好 那時候是綠色的 對 那時候是綠色的 然後下一張 這個是變形金剛 對 大黃 大黃蜂 這是真的 這真的 不然咧 白癡喔 這也是柏爾 對 這邊也是柏爾 其實高雄是很美的城市 大家不能這樣忘記 那今天要不然我們 介紹一個好吃的 我跟你講 他今天介紹一個好吃的 是我從小的回憶 唉唷 唉唷 哈哈豆瓣醬 唉唷 就是這個醬嘛 哈哈 來來來 鋼山哈哈豆瓣醬 你來給我們 現在換一種醬是不是 不是 你是要喝下去是不是 是的 拿這麼大一碗 餵死嘛對不對 真的 哈哈醬 當年那個味道 嗯 剛沾除了羊肉乳 對 牛肉 接下來就是這個 豆瓣醬 對不對 豆瓣醬 對 有點甜 你餵我啊 蛤 什麼好意思的 我好 大哥是 大哥是 唉唷 你要沾多還沾小 沾滿 挑沾滿 看你的沾滿 太辣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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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軟體的喔 吃完會 哈哈哈哈 做軟體的 他做軟體的 你也不敢講 對對對 我勸各位喔 還是單少一點 他算重口味對不對 辣 但是口味很重 鹹啊 口味比較重一點 嗯 還有誰想吃魚啊 這邊啊 來來 翔哥 翔哥 美食專家 不行不行不行 我不亂吃水餃的 這是翔食堂的水餃 他不是的話 你怎麼搞錯錯了 我們都買阿翔的水餃 阿翔水餃 阿翔水餃 這阿翔水餃 要不要吃吃看 好好好 豆瓣醬 一些些就可以了 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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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囉嗦 唉唷 哈哈 其實那個是水餃掃的掃子 什麼啊 嗯 真的嗎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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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水餃本身還好 普普通通 自己的水餃還好 那是阿翔水餃 那是翔食堂 那是翔食堂水餃 對啊 是嗎 他不是耶 是呀 我少騙人了啦 我會吃不出來 沒有啦 重點是豆瓣醬 豆瓣醬 賦予這個水餃一個新的生命力 對不對 讓他整個味道充斥在這水餃上面 欸 豆瓣醬 確實很開胃 然後非常的香 喔 鮮魚很滿貴 剛才哈哈豆瓣醬不得了 嗯 好 來 接下來張立忠 你表演喝下去 帥 帥 好 大家有公司 那你有出寫真集喔 有啊 來 來 最重要的啦 這個是在拍什麼樣 什麼樣的風格 主要是女朋友的感覺 因為我也單身很久了 你單身多久了 有點太久了 從那個高雄上來 就沒有再教過 後來有交輿論 可是沒多久了 又分了 哇 哇 那你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我喜歡小眼睛 小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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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都小 我全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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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也看不見 你今天晚上還領回 小眼睛 你喜歡小眼睛的 我密下嘛 OK 那這個 這個現在開始 預售 對 在預購中 預購中 網路上只要搜尋 娜娜第一本 首本寫真集的話 就可以找到她 娜娜 對 娜娜首本寫真集 娜娜不是妳泰國那個 最有名的那個嗎 那是女鬼 那是幽魂娜娜 像是我們銷售方案呢 就是如果買五個 唉唷 五個SAT 買五會怎麼樣 送什麼 醫物卡 醫物卡 什麼意思 就是 我在旁邊怎麼感覺是 好像光滑上去 來 我們介紹 很仔細 醫物卡 我在寫真集裡面 有一套是非常性感的 黑色馬甲 那把我拍攝的那一個衣服 剪下來做成卡片 原味卡片 這個跟小時候那個 極致卡一樣 有點像 所以透過摸那個布 就會感覺有妳 跟妳有感應就對了 我只能講這個禮物 很情色 現場穿過的 好 反正所有鄉親 請大家上網搜尋 搜尋 謝謝 請坐 謝謝